28岁才开始打职业MMA比赛 时间上晚不晚 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或许费奥罗的成绩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马农费奥罗 身高170 B站165 1996年2月17日出任于法国尼斯 小时候家附近有一个拳馆 进水楼台先得月 7岁的费奥罗就开始空手道学习 后来喜欢滑雪的他 又去了一家滑雪学校 还拿到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18岁时 费奥罗重拾空手道的爱好 拿到了黑带 还加入了国家队 24岁时 虽然入选控制到市井赛比赛名单 却因为受伤 不得不放弃这次宝贵的机会 康复后 费奥罗又开始练习踢拳和泰拳 并开始参加全国比赛 在业余泰拳领域 拿到过12连胜 多次拿到过全国冠军 还拿到过3个K1全国冠军 26岁时 费奥罗开始进行业余综合格斗 主要级首秀 却以失败告终 修正了半年后 费奥罗三胜一负 拿到了业余综合格斗的欧洲冠军和世界冠军 28岁时 费奥罗首场职业比赛 献给爱尔兰龙中勇士 三回合分歧判定输给对手 这也成为费奥罗职业战绩 唯一的一败 此后 费奥罗参加了南非EFC组织的真人秀选拔赛 签约了EFC 又以两连胜的战绩 拿到了EFC全球营兰级冠军 30岁时 费奥罗参加阿联酋勇士赛事 三战全胜 三次TKO对手 拿到了UAW营兰级冠军 跨进了UFC的大门 2021年 是31岁 费奥罗梦幻的一年 首先 他成为了法国第一位在UFC获胜的女选手 其次 拿到了三连胜 两次TKO 2022年 费奥罗先是以10名开外的身份 战胜了排名第四的詹妮弗·玛雅 又在UFC280 战胜了凯瑟·乔卡·吉安 目前排名女子营兰级第二名 10连胜 UFC5连胜 费奥罗被财量级前冠军 罗斯·纳玛·尤纳斯选中 作为自己升重到银量级的首个对手 如果能够战胜罗斯 既能增加名气 又能拿到冠军挑战权 不知道 休养将近一年的费奥罗 是否做好了准备